为在苗栗的龙峰渔港 看过去海上这一只只白色的风机呢 是台湾首座的离岸风电厂 而这也是2016年尚未新能源设立 也开启了台湾离岸风电的里程碑 在蔚蓝的海洋中 风机夜扇不断转动 台湾拥有绝佳的风场优势 在2012年开始发展离岸风电 目前在苗栗彰化 已经架设完成两座离岸风电厂 2019年双转后 已经开始稳定提供绿色电力 台湾的风况很好的条件底下 在106年两支风机以后 那我们就同时在104年 我们当然启动了所谓的第二阶段 我们把台湾可以做的这些空间 那我们再做一些所谓的筛选 让业者能够来做这方面的开发 台湾的市场 目前大概在国际的离岸风电的市场 基本上都很热门 看准台湾风力发电的发展潜能 各国大厂也纷纷来台投资离岸风电机组 随着路上风电逐渐饱和 台湾离岸风电的发展脚步 也要激起直追 首先第一步从示范场开始 接着再由开发商投入潜力厂指 最后后区块由政府推动产业分区开发 预估能带动1.2兆产值 因为离岸风电厂它的规模很大 那它的这个装置容量跟它的发电效率 其实相对的比其他的再生能源种类来得高 来得有效率 那再加上它又在海上 所以它其实不会占到我们台湾相对比较宝贵的陆地的资源 然后风大发电量就高 以我们张芳西岛风场而言 在风场的这个生命周期将近超过7000个直接跟就间接的就业机会 而台湾离岸风电发展虽然抢先日本韩国 但对比欧美国家也晚了许多 根据全球风能协会2021年全球风能报告预估 在亚太地区离岸风电未来五年的新增装置容量中 主要由中国大陆为主 其次是台湾 越南 日本和韩国 台湾要在亚太离岸风电站稳脚跟 也要思考把离岸风电搭建其产业链 而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工程设备 技术 国产化着手 因为在国产化政策的这个要求底下 以我们张芳西岛的风场而言 我们是从这个海面上的风力发电机 比如说你看到的风力发电机里面 所有的这个超过十多项的零组件 到这个水下基础 到机庄 到整个的安装施工的海事工程 我们是全部都国产化 这意味着我们造就了台湾的这个本土的产业链 是从零到一来开创出许许多多的价值链 许许多多的工厂 离岸风电对国内来讲是一个新的产业 那它有一些技术门槛 国内以往没有到达这个 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 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 看到后面的那个需求 其实国内另外一方面就自己培训 所以要人你就培养人 要设备你就买设备 缺设备我们就买设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几个厂一直在盖 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 表示国内产业就更了升级 顺家分析 有了国产化的设备技术 才能让台湾绿电发展 慢慢朝向绿能产业 也让台湾寒出2025年 离岸风电8电装置容量达5.7GW的愿景 往前迈出一大步 记彼别的新闻 华正森 刘军台北苗栗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